就說到今天是九九重陽節 現在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那麼截至今年九月份為止 我國百歲以上的人瑞人數 多達4721人 這已經創下了歷年新高 好 其中要來看到是 金融市長林悠昌 這一回特地是拜訪 今年剛過百歲大壽的人瑞阿公 除了送上紅包之外 也要來請教長壽秘訣 美髮蒼白 脖子戴著 衛福部贈送的緊鎖片項鍊 是逢九九重陽 基隆市長林悠昌 特地代表總統蔡英文 送上敬勞狀 替百歲阿公祈福祝壽 阿公也大方分享自己的長壽秘訣 阿公你平常這裡要吃什麼 麵糰米 西飯 豆漿 老英 南瓜 土瓜蛋 OK 好 注重養生飲食 平時也會在家活動守教 儘管阿公年過百歲 但身體依舊硬朗 那是硬的 軟的 吹那種的 沒有 都是這樣 沒拖刀 對 牙狗 牙狗很好 真的 牙狗 牙狗 牙狗的天理跟這個都很好 謝謝 謝謝 講話都很清楚 阿公有兩年沒有用健保卡 蛤 陣子有自己的 身體狀況良好 連市長都忍不住讚嘆 根據衛福部統計 截至今年九月 我國百歲以上的人瑞多 達四千七百二十一人 創下歷史新高 其中今年剛滿百歲的 就有一千八百七十六人 較去年成長百分之十八點八 是近三年來的最高峰 另外性別比例部分 女性仁瑞比男性多出八百五十五位 而其中最高齡的兩位一百一十二歲 男性仁瑞分別住在高雄 以及苗栗 另外女性仁瑞同樣也是目前全國最高齡 是居住在台北市的一百一十八歲超級阿嬤 各位阿公阿嬤都是我們敬愛的長輩 政府會持續推動長照二點零 讓有需要的長輩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 總統獻上祝福 我國百歲長者人數逐年增加 除了依靠醫療照顧 家人陪伴或許也是長壽的秘訣 記者黃玉杰黃雨昕基隆報導